九座九战,做骨神经痛意上身。一定要开刀!专家推三招伸展操。 提到做骨神经痛,相信不少人常会认为,这是年长者才有的毛病。 其实不然,日常生活经常久坐,九战的年轻人更是高危险族群。 而网络有谣传指出,想要改善做骨神经痛,一定要开刀才能改善。真是这么一回事吗?让我们听听看专业物理治疗师怎么说。 做骨神经超长。腰臀腿酸痛不适,都可能是因为它。 社团法人中华基内教协会理事长纪国泰松和医院物理治疗师简文人表示,做骨神经是人体最长、最粗的神经,分布范围相当广。 从人体要追一路往大腿、臀部、小腿等下肢延伸至脚踝。 所以只要做骨神经经过的脊椎骨、椎间盘、椎间孔等,其中任一处的神经从出问题,不是遭到紧绷的肌肉,或是骨刺、软骨挤压,就会造成做骨神经痛的发生。 因此在临床上,做骨神经痛指的不是单一部位的疼痛问题,而是用来泛指、腰、臀、腿等人体下肢部位,出现广泛性疼痛、灼热感症状的统称。 正因为做骨神经普遍分布于人体下肢,所以如果民众的生活形态多以久坐、久站为主,又有姿势不良、缺乏适度活动与伸展的问题。 做骨神经遭受压迫、挤压、或沾沾的机会也会跟住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做骨神经痛,不只是年长者才有的毛病,近年来轻壮年患者比例大幅提升的原因。 此外,由于做骨神经分布的位置广泛,故做骨神经痛的病症类型,也会根据压迫部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不管是单纯的腰症,悲痛,还是大腿、臀部、小腿、脚踝等处疼痛,甚至是下肢全面性的酸麻、发胀、刺痛,都有可能发生。 做骨神经痛必开刀。 专家,8到9成附件,伸展可缓解。 既然做骨神经痛成因迥异,那么到底是不是每一个被确诊有做骨神经痛问题的患者,都一定要接受开刀治疗,才能改善呢? 简文人物理治疗师指出,做骨神经痛问题根据发病原因不同,处理方式可大可小。 事实上,根据临床统计,除了少见的因脊椎滑脱等结构性原因引起的做骨神经痛外。 一般来说,高达80%至90%的做骨神经痛,只要透过适度的复健,伸展治疗,矫正过去不当的错误姿势,不需要开刀,也可以得到改善与缓解。 九坐九站坐骨神经痛缠身。学会三招伸展操,远离下肢酸麻痛。 该怎么做? 简文人物理治疗师分享道,除了第一步民众要有良好、正确的坐姿,尽量不要翘脚,使身体歪斜一边。 减少久坐,久站的时间,有机会就多走动外,不妨也可以在居家,办公间暇之余,做些有助伸展腰、臀神经、肌肉的伸展操,也是不错的自我保养方式。 前功后健 前功后健 作用 伸展大腿后方,到臀部及脚跟的肌肉与筋膜,以及小腿后侧肌群,有助舒缓腰酸背痛。 做法 做法 1. 立正站好,接住将双脚平行向左右打开,身体和脚往右侧旋转,双脚保持右脚前,左脚后的状态。 2. 立正站好,接住将双脚平行向左右打开,身体和脚往右侧旋转,双脚保持右脚前,左脚后的状态。 2. 把右腿腿弯膜成功,左腿拉直成肩,上半身保持挺直,感觉到大腿内侧和小腿后侧有伸展,拉扯的酸胀感。 3. 动作维持20-30秒,接住换左边重复上述动作,反复进行5次。 4. 左弓右肩。 4. 左弓右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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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弓右肩。 双手插腰,接住把双脚平行往左右打开。 2.保持身体正向,将上身往左侧偏移,左腿弯膝成功,右腿拉直成剑,上半身不动保持挺直,动作停留20-30秒,让大腿内侧有的感觉。 3.接住身体回到中间,换右边重复上述动作,反复进行5次。 坐姿弓箭步。 作用 伸展臀部、胯下、膝盖到小腿和脚跟的肌肉和神经,能预防和减轻做骨神经遭受压迫的疼痛感。 做法 1.找一张没有辐射,四脚固定的椅子,端坐椅面前三分之一。 2.双脚尽量外张,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 3.预备姿势准备好后,先朝左边侧转身,呈现左腿弯膝成功,右腿拉直成剑的姿势,维持5-10秒钟后,换边操作。 2.双脚尔 9.双脚尔 1.双脚尔 3.双脚尔 1.双脚尔 1.挑 1.双脚尔 感谢观看